12月31号晚上10点半 法虎山农蚕寺水月道场首度举办跨年弥陀法会 超过1700位民众以环保银心的方式 在聚聚阿弥陀佛圣号中感恩过往除旧不新 大众齐聚一起念佛 绕佛 听法 欢祝新年 接着尽心缠坐 洗涤身心 祈愿 拜愿 以好愿迎新年 那有没有一些活动是属于我们佛教徒可以参加的 我们心里是很开心的 大家现在有没有很开心的感觉 有 我们其实是很开心的 同时国的开心是充满喜悦 宁静 而且充满希望 我们因为对佛法的信心 所以我们知道过去种种的一切 透过佛法能够让我们这个改过向善 那对未来我们有无尽的未来可以努力 在这一场法因熏流的心灵饗宴中 众人受念的阿弥陀佛圣号是迎接新年的道鼠身 农残似星空虽不见有形的灿烂烟火 却有佛菩萨慈光普照点亮众生心中的光明 让民众放下一切的纷纷牢牢 走向心灵的喜乐和平安 接着民众整齐鱼灌底在水月道场绕佛 在光影流转虚实交映的残境氛围中 学习从世事无常的幻境里 珍惜当下的姻缘 到了2013年最后一刻 全体静坐不语 享受纯南的宁静 当庆生皆是崭新年度的来到 法师便带领大众以礼佛的方式迎接2014年 大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法古山方丈和尚 国东法师也亲您现场为大众祝福 今天我也用跨年银心霸证识来跟大家报名 跨年银心龙残识 弥陀法会书圣识 精进练佛识 好愿拜佛菩提行 感恩报恩无会行 除旧悟心清静行 四色六度菩萨行 何乐无争悲至行 相对于街向喧嚣乐闹的庆祝活动 许多民众惜家带卷来寺院念佛共修 希望回归至心 在佛前祈愿 获得三宝的护佣祝福 我记得方丈和尚在台上讲说 他看到一个小孩子眼睛很亮 那我觉得我眼睛也很亮 但是可能这个眼睛被那种尘埃给蒙蔽了 那希望借由这个佛号身 然后把我的污垢给清除了 希望我的眼睛也可以跟那个孩子一样亮 就像师傅说的 就会有杂念啊 然后会反省自己 就是2013这一年 有没有做错过什么事啊 然后反省自己啊 个性啊什么的 然后后来就是很 很尽心的在跟大家一起念奥弥陀佛 然后就觉得很感动 因为我个性比较急躁 然后我希望我可以 嗯 带人主事更圆融 然后更有耐心 更孝顺 那我今天来 呃 是一种很 崭新的一个体验 因为 我是呃 呃 曾经到过101前面去 市政府前面跨年的那一类的人 然后我想给自己个不同的 呃 跨年 然后我觉得很好 很安静 很平和 在跨年的时候 在庆深想起的时候 当下我真的是没有其他的杂念 就很专心的在念佛 那这种感觉是很平静的 那也是充满能量的 所以我觉得 对自己在新的一年有更多的期许 在1月3号前 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9点 农残寺会举办弥陀佛七法会 欢迎大众邀请家人一起来念佛共修 潜心感受正念的清静和光明